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演艺圈最辉煌的时期 各种经典的港片和港剧层出不穷 同时也涌现出了很多明星大腕 然而随着香港演艺圈的没落 很多知名的香港演员都渐渐销声匿迹 来到内地过起了退休生活 一 吕颂贤 提起吕颂贤 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令狐冲这个角色 时间一晃过去那么多年 曾经那个风流体躺的大师兄 如今也已经年近六十了 当年 吕颂贤凭借笑傲江湖一炮而红 成为了公认的最帅令狐冲 之后虽然也有很多人演过这个角色 但都无法超越吕颂贤的版本 那段时间 吕颂贤火遍两岸三地 成为了TVB炙手可热的小生 可惜的是 除了这部作品之外 吕颂贤再也没有其他出圈的佳作 时间一长 她的人气就不可避免地滑落 再加上她在2002年跟TVB发生了矛盾 导致她在香港演艺圈混得越来越差 后来 吕颂贤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到内地发展 她不仅把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到了内地 还在广州佛山买了房子 在那里定居 别看吕颂贤已经是个过气艺人 但她经常能够接到商演邀请 每一次的出厂费都在几万到十几万不等 收入相当可观 除此之外 吕颂贤还用自己的积蓄 开了几家素食餐厅 自己当上了老板 得益于她的明星效应 几家餐厅的生意也十分火爆 因此 就算吕颂贤不拍戏 也完全不用为生计罚愁 平时 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 她还经常去旅游度假 日子过得非常惬意 二 何嘉静 何嘉静是早期港剧中最具代表性的武生之一 她长得高大帅气 容貌俊朗 眉眼之间自带英气 早些年 她曾跟关之林合作过大将军 也曾跟金超群等人合作过包青天 凭借剧中的展昭一绝大火 不过 当年好友金超群跟TVB发生了矛盾 何嘉静义无反顾地出面为金超群说话 结果 被殃及吃鱼 从那以后 何嘉静就放弃了香港的事业 转而到内地发展 到了内地之后 她的资源大不如前 因此她的演艺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何嘉静只好尝试做出转型 2011年 她跟两位好友合开了一家食品厂 经过几年的发展 食品厂的生意越做越大 何嘉静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 据说 她现在的身价已经有好几亿了 如今 何嘉静过着低调的生活 偶尔也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最难得的是 每次遇到问题时 何嘉静都敢于在公开场合发生表明立场 这样的行为 值得网友们为她点赞 三 吕良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吕良伟绝对是很多女性心中的梦中情人 刚出道不久 她就跟周润发 赵雅芝等人合作了上海滩 凭借剧中的丁丽一角奏红 紧接着 她又出演了雪山飞狐 《赌侠二》等经典作品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男神 在事业的巅峰期 吕良伟还投资了房地产和股票等金融领域 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 随着金融危机爆发 吕良伟赔了个血本无归 为了还债 吕良伟把目光放到了内地 之后的几年里 她一边拍戏一边还债 日子过得非常困难 直到后来遇见了女商人杨小娟 吕良伟的生活才有了改变 杨小娟不仅身价惊人 有着自己的公司 而且对投资理财非常在行 两人结婚后 吕良伟把自己的收入都交给她打理 短短几年的时间就翻了好几倍 有了杨小娟的帮助 吕良伟不仅很快就还清了债务 还成为了一名身价十几亿的富豪 早在多年以前 两人就在北京 香港等多个地区购置了豪宅 可见他们的财力有多么雄厚 如今 吕良伟过着低调的生活 闲来无事也会参加一些商演 每场活动都有十几万的出厂费 当然 这些钱对她来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 她也只是图个乐而已 四 钟振涛 钟振涛曾跟谭永林等人组成了温娜乐队 当时在圈内号称温娜五虎 除了唱功出色以外 钟振涛的演技也很精湛 自1978年进入演艺圈以来 她先后出演了《小城故事》 《杀七二人组》等作品 本来 钟振涛的事业非常顺利 也积攒了很丰厚的身价 可是自从遇到了张晓慧以后 她的财产就逐渐被败光了 两人1988年结婚 在那个年代 他们就办了一场花费三百万的世纪婚礼 光是张晓慧的一件婚纱就价值十几万 这样的消费水平 即使放到现在也相当高了 可想而知 当年的钟振涛经受了多大的压力 婚后 张晓慧的消费标准也让人侧目 每个月她都要三万块的零花钱 钟振涛还特意为她办了一张无限额的付卡 任由她买买买 结果 短短几年过去 钟振涛的家底就被掏空了 恰逢赶上了1998年的金融危机 钟振涛又背上了2.5亿的债务 更离谱的是 张晓慧一看钟振涛没钱了 便果断抛弃了她 转头嫁给了另一位富豪 好在命运没有继续捉弄钟振涛 在人生最艰难的阶段 她遇到了范江 两人相互扶持 一起赚钱还债 终于在2006年 钟振涛还清了债务 之后 钟振涛便宣布付出 并来到内地发展 在内地打拼多年 钟振涛再一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于是她在上海购置了一套二层别墅 跟范江一起生活在那里 如今 钟振涛事业稳定 家庭美满 绝对算是人生赢家了 5.孙兴 提起孙兴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感到陌生 但她演过的一些角色 你肯定有印象 比如 熊霸里的吴明 倚天屠龙记里的杨潇等等 除此之外 她还出演过《七侠武艺》 《笑傲江湖》等作品 早些年的资源非常不错 然而 就在事业的巅峰期 孙兴却碰了一种 最不该碰的东西 毒品 这个消息曝光后 孙兴的口碑一落千丈 很快就从大家的事业中消失了 直到多年以后 才再次出现 此时的孙兴虽然戒毒成功 但属于她的黄金时期 早就已经过去了 她也只能在影视作品里 演一些无关紧要的配角 演艺事业遇到了瓶颈 尤其是到了近两年 孙兴已经彻底淡出了演艺圈 好几年没有演出过新作品了 好在早些年 她攒下了不少积蓄 所以 她的生活水平还算不错 如今 孙兴在宁夏的农村定居 并且买了一块地 自己建了一座园区 即便已经年近六十 可孙兴的心态绝非常年轻 闲暇之余 她会开着自己的爱车 在路上兜风 偶尔也会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生活 回顾孙兴的前半生 她也算是经历了 人生的大起大落 虽然没有曾经的人气和名望 但她能够享受这样的 悠哉的生活 也是值得庆幸了 六 李国林 李国林这名演员的 出圈角色不多 数来数去 也就只有天龙八部中的 揪魔智算一个 她虽然出道很早 但是在圈内却一直不温不活 也没有什么好资源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李国林的条件显得太过普通了 出道多年 李国林还是一直在演配角 而且戏份还越来越少 可见她混得有多惨 随着年纪增长 李国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 她选择来到了内地 这两年直播带货行业兴起 李国林也加入了这个大部队 最开始 李国林尝试过吃播 或许是年龄大了 胃口不好 所以直播的效果不太理想 后来 她又做起了直播带货 但依旧是反响平平 人气十分惨淡 好在李国林没有放弃 一直在咬牙坚持 今年五月份 她还有了港澳居民居住证 正式在福州定居 有了这个证件 以后她在内地出行办事就方便多了 疫情期间 李国林还在福州担任了志愿者 为祖国和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 李国林的事业越来越好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能够赚到更多报酬 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7.尹杨明 尹杨明年轻时是TVB的金牌绿叶 她曾出演过《古惑仔》系列 扫黄先锋 风云雄霸天下等作品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她的实力得到了圈内人士的认可 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期 尹杨明也积攒了不少财富 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 尹杨明早些年很爱赌 称其为嗜赌如命也毫不为过 正所谓 九赌无胜家 尹杨明也因此欠下了上百万的债务 甚至一度想要轻生 好在家人朋友拦住了她 在大家的开导下 她努力借赌 专心搞事业 还跟朋友一起投资了餐饮行业 赚了不少钱 到了2005年左右 尹杨明就淡出了演艺圈 开始专心做起了生意 从尹杨明的社交平台来看 她很早之前就来到了内地在珠海定居 并且出演了一些影视作品 今年五月份 尹杨明还晒出了自己办理医保卡的视频 视频中她大赞 内地医保卡方便实惠 对老年人非常有用 从她的穿着打扮不难看出 尹杨明在生活中非常低调 一点都没有明星的架子 显然是习惯了这种平淡的生活 如今尹杨明虽然离开了萤幕 但她过着幸福的日子 每天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8.黄一山 黄一山这个名字 往往都跟周星驰捆绑在一起 早些年 两人合作了很多经典的电影 像《桃学威龙》 《唐伯虎点秋香》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 周星驰算是黄一山的伯乐 如果没有她 黄一山很难出圈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黄一山和周星驰渐行渐远 自1994年以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合作过了 离开了周星驰之后 黄一山的事业也高开低走 渐渐消失在了观众的事业里 直到2005年 黄一山决定禁居内地 她先后录制了一些综艺节目 也参演了不少电影 但人气却回不到巅峰了 最近两年 黄一山更是沦落到了 出演网剧的地步了 然而 她出演的作品都是质量堪忧的烂片 比如前不久的那部 敌人节之名神契约 简直是烂得不能再烂了 网友们纷纷给出一心差评 不过 别看黄一山的事业大不如前 但她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 很久之前 她就在广州定居了 但跟其他港星不同的是 她没有买房 而是一只租房柱 据悉 她们一家居住的房子足足有300平米 每个月的租金是1万元 这可比直接买划算多了 前不久 她又花了2000元在苏州租了一间老房子 表示自己一直有个田园梦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这间房子虽然老旧了一些 但装修风格还是很有年代感的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田园生活了 其实 这些年来 有不少港台明星都到内地定居了 一方面是因为内地的演艺圈更繁荣 更容易赚到钱 另一方面是 内地的基础设施 医疗条件也更优秀 对于这些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的明星来说 竟然赚到了钱 为何不到内地安心享受晚年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